在聚餐时 女友柳如烟笑着给我加了一个蘑菇 却意外叫出她前男友顾念的名字 顾念 这是你点的蘑菇 话音未落 她突然停顿 手中的动作也顿时僵硬 我头低低的 慢悠悠地品尝着眼前的食物 没有作声 也未抬头 这些蘑菇并非我所点 顾念一非我的名字 顾念是她的前任 在老同学的聚餐中 柳如烟给我加了蘑菇 开玩笑地说 顾念 这是你点的蘑菇 考得稍微有点焦 刚好 她突然停止了说话 动作也在空中凝固 我低头 默默咀嚼着手中的食物 既不发言也不抬头 那些蘑菇 并非我所点 顾念也并非我之名 顾念是她的前男友 坐在我左侧的顾念瞬间愣住 抬头望向她 两人眼神短暂交汇 流露出一种我难以解读的情感 柳如烟是第一个一开了视线 这样的场合下 在前男友和现男友面前 误叫出前男友的名字 一度热闹的聚餐 气氛瞬间冷却 我手中的筷子被握得太紧 以至于指甲身陷肉中 但那股疼痛感似乎变得迟钝 难以察觉 窒息般的沉默之后 是柳月打破了尴尬 喂 大家怎么不喝酒了 快继续 别光说不练 其他人仿佛松了口气 跟着哈哈大笑 谁说的 我都喝到第三杯了 你的杯子还是满的 还有脸说别人 一声调侃 气氛轻松了不少 柳如烟将蘑菇夹进了自己的软椅 没有再看向顾念 她为我盛了热汤 不经意地说 喝些热的 你今天穿得太薄了 我接过汤 沉默不语 餐厅外 柳如烟拉着我说 我去下洗手间 你在外头等我吧 她匆忙走向走廊 我望着她背影 犹豫片刻后跟随 走廊尽头 顾念身穿黑大衣 凝挺而俊朗 柳如烟看起来颇为尴尬 两人距离太远 我听不清对话 顾念情绪激动 终于紧拥她 我藏身在远处拐角 目睹柳如烟 伸手欲抱而又缩毁 犹豫不决 终未拥抱 她推开顾念 低语术语 转身欲走 顾念追问 你分明不爱她 刚才还叫出我的名字 柳如烟 是不是还没忘记我 柳如烟僵了一下 无声地走开 夜归时 两人都未提及餐桌上的场面 我不敢问顾念的话 是否属实 心中已有答案 害怕不想听的回应 她像往常般闻我 蜷缩入怀 睡吧 但我知道 都难免 因为无意间提及的那个名字 她向来细心 如此错误 非是那名字在心中反复咀嚼 才会情不自禁说出 我感到她加速的心跳 黑夜里睁眼直视 直至双眼酸楚 多奇怪 虽然距离如此贴近 我们心中却似隔着一片海洋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我在茶水间听到前台小姑娘 跟别人小声的八卦者 今天早上有个男的来找柳总 那男的长得还挺好看的 直接指名道姓地说 要找柳如烟 你说 她压低声音 充满着吃瓜的味道 你说这个男的 跟咱们刘总什么关系啊 另一个小姑娘声音更小 你说的那男的叫什么 长啥样啊 前台思考一下 好像 好像叫什么顾念 长得倒是不错 有点像哪个明星来着 不过态度挺看不起人的 我不喜欢 她撇撇嘴 我还是更喜欢小陈总 顾念 小姑娘小声的尖叫 好像刘总前男友就叫这个名 我之前给刘总倒水的时候 听见别人跟刘总说什么顾念要回来 你怎么想 前台着急到 那刘总说怎么想 她要是跟这个顾念怎么样了 那小陈总可怎么办了 那不知道 我哪敢听啊 赶紧跑了 我靠在休息室冰冷的墙壁上 手里的咖啡已经凉了 等他俩心满意足地讨论完走后 我抬出来 然而坐到工位上 我却无论怎么都工作不进去 纸上的每一个字都开始模糊变形 最后变成 顾念两个大字 握着笔的手难以自制地颤抖起来 我知道 我怕了 顾念回来了 我真的怕她像七年前一样 轻而易举地把柳如烟 从我身边再次夺走 我跟柳如烟打小一起长大 算得上青梅竹马 从一个幼儿园到一个小学 再到一个中学和一个大学 因为从小一半时间 都是在她家长大的 她妈妈特别喜欢我 总喜欢逗我 小子而以后给阿姨当女婿 好不好啊 这个玩笑不管她开多少次 我每次都会红着脸低下头不说话 长辈们就笑 柳如烟 你愿不愿意给陈泽当老婆呀 柳如烟咧开嘴 愿意 我最喜欢陈泽 那时候我是真的以为 她会真的最喜欢我 我们以后一定会在一起 直到19岁那年 顾念出现了 她是我们的大学同学 是和柳如烟一样的 学校里的风云人物 两个人一个学生会主席 一个学生会副主席 一个辩论队队长 一个最佳辩手 他们都是国家 两个耀眼的人互相吸引 柳如烟还是经常跟我在一起 但话题越来越多地 都开始围绕着顾念 陈泽 你说顾念怎么那么厉害呀 上次我跟他辩论差点 就被他绕进去 陈泽 你说男生跟你说 有家餐厅很好吃是什么意思 是想跟你一起出去的意思吗 陈泽 男生生日礼物都喜欢什么呀 你给我推荐几样吧 他叫着我的名字 说起的却都是另一个男人 跟柳如烟一起这么多年 我还是第一次听他 要送另一个男人礼物 我勉强地称起笑容 你要送给谁呀 到现在我还记得柳如烟的表情 他慈白的脸上浮起一丝飞红 低头小声道 还能有谁 顾念拜 你可能马上就要有姐夫了 开不开心 他抬起头 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倒映出脸色煞白的我 半晌后 我轻声道 开心 柳如烟和顾念就这样在一起了 他们都是天生吸引人眼球的闪光体 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时候 珠连闭合 见过的人没一个不说般配 真是站进了风头 他们在一起三年 那三年是我跟柳如烟最生疏的时候 几乎成了陌生人 一方面是我刻意的避嫌 另一方面顾念的占有欲非常强 看到柳如烟跟我联系 就要跟他大吵一通 柳如烟不愿意让他生气 甚至把我的联系方式都善了 形影不离了这么多年 我们终于分开了 我记得那年过年回家的时候 柳如烟跟着顾念出国玩去了 我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家 一到家柳如烟妈妈就急了 怎么你自己一个人回来的 如烟怎么没跟你一起 也不知道怎么的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胸膛里酸涩的难以忍受 低头掩饰情绪道 阿姨 她跟男朋友出国玩去了 柳如烟妈妈一正 随即脸色复杂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叹了一口气 他们在一起三年 顾念和柳如烟本就是相似的人 两个人一样的出色 一样的强势 在一起的时候 秩序相投都是甜蜜 然而两个一样骄傲的人 总免不了磕磕碰碰 顾念对柳如烟控制欲太强 柳如烟受不了 两人总是吵架 一吵架她就会来找我 你说她怎么想的呢 也太烦人了吧 比我妈还能管我 我总默默不语 感觉说什么都不是 索性她也不需要我说什么 喝完了就继续去找顾念了 彻底分开的导火索 是顾念想出国留学 让柳如烟跟她一起 柳如烟那时候 已经跟几个同学开了一家公司 那时候互联网行业刚刚起步 国内有着最好的蓝海市场 她打算在国内大胆一番 自然拒绝 还让顾念别往外跑 留下他们一起干 顾念不同意 两个人又是没完没了的争吵 吵到最后 顾念受不了了 崩溃道 你他妈能不能别老跟我对着干吗 柳如烟 你到底跟不跟我一起 她撂了狠话 你要是不跟我一起出去 咱们就趁早分开 谁也别耽误谁吧 柳如烟也到了气头上 咬牙道 分就分 谁不分谁是孙子 这一句话出来 顾念也愣了 片刻后她看了柳如烟最后一眼 行 她说 柳如烟 你真有种 说着就走了 柳如烟碍于面子没去追 谁承想顾念也是个狠人 第二天就坐着飞机飞大洋彼岸球 这一次 两个人就彻底地分手了 柳如烟低沉了一阵子 找我喝酒 找老同学买醉 整个人都差点垮了 最后还是柳月看不下去 扯着她的衣领子骂她 你他妈有出息一点好不好 要是真放不下她 你就给我去追 不然就好好地干 公司正是最要紧的时候 你他妈别这么不负责任 柳如烟默然 自己在屋里做了一夜 第二天 她就恢复了往常的模样 开始正常上班 也跟我恢复了关系 甚至还把我拉进了公司当合伙人 顾念走的第三年 柳如烟的生日上我喝多了 醉意朦胧中 我看着灯光下精致的不似真人的她 心里压抑多年的感情 到底是没有公主 凑上去吻了她 柳如烟没说话 只是定定地看着我 眼里水色倒映着破碎的灯光 片刻后 她闭上眼 搂住我的脖子 加深了这个吻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后 正抽烟不知道怎么说 她却从身后揽住我 含糊道 陈泽 我们在一起吧 我动作顿主 问她 你喜欢我吗 她却没说话 只是抱紧了我 回忆逐渐地抽离 我看着窗外灰暗下来的天空 天光游离成夜色 街两边的路灯亮起 中央街上的车流连起灯火通明 我心里突然很慌慌 我知道 上一次的拒绝 也没让顾念死心 所以现在她又来公司了 还真是她一贯的性格 大概因为人生 都是从头到尾的顺索 她对于想要得到的东西 向来志在必得 那柳如烟呢 我的心逐渐地被捏紧 疼痛中泛起茫然 我不怕顾念 但我怕柳如烟 我怕她真像她说的那样 从来都没有放下过她 这种惶恐 持续到下班的时候 柳如烟来找我一起走 坐到车上时 我纠结了半天 要不要问问她顾念 今天有没有找过她 但还没等我下定决心 柳如烟就先开了口 今天 顾念来找我了 她目视前方 我没见她 她继续到 上次同学聚会 我不知道她会去 知道的话我就不会去了 你别生气 我心下终于松了口气 柳如烟握住我的手 安抚道 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了 都过去这么久 我也放下了 你别多想 我脸上浮起一次笑 会握住她的手 太好了 也许只是我想多了 毕竟这么多年过去 想来多深的感情 也消磨光了 柳如烟是爱我的 我想 晚上睡觉前 柳如烟却破天荒的没抱我 她背过身 拿着手机一直在看着什么 直到深夜 半夜我睡得迷迷糊糊起来 顺手拿起一个手机 想看看几点了 两个手机靠得近 我拿错了 也没在意 我俩手机立马都是柳如烟的生日 我顺手解了锁 惨白的光亮起 映出我失去血色的脸 屏幕上是柳如烟跟顾念的合照 是他们大学时候 去普及岛的时候拍的 照片上顾念只穿着泳布 在泳池里揽着柳如烟的腰 笑得灿烂 柳如烟拿着水枪 对着镜头弯起眼睛 往前后滑 全都是他们的合影 我一直以为柳如烟 把这些都删除了 原来她只是都存到了云盘 看着身边她熟睡的脸 我心里突然空荡荡的 像是破了一个大洞 夜风传过去时 让人从五脏六腑都动得色索 这一刻我终于再也无法自欺气人 她对着我喊出顾念的名字 她在夜里看着他们的照片 原来顾念说得对 她真的从没放下过她 我知道顾念不会甘心 但我没想到她会选择 直接来我们家找柳如烟 鄙视我们几个当初 一起创业的老同学都在家里 大家一起吃饭 顺便研究一下 接下来的市场走向 门铃突然响了 柳如烟去开门 门外站着戴着墨镜的顾念 所有人都愣住了 下意识地看向我 我没说话 夹着烟的手指下意识捏紧 柳如烟一惊 你怎么来了 顾念旁若无人般 紧紧地盯着柳如烟 质问道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柳如烟紧紧地皱眉 我们已经没关系了 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 我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 你自重好不好 别再来纠缠我了 顾念挑眉 柳如烟 你骗得了别人 骗得了自己了 你真放下了 为什么会对着她喊我的名字 她步步紧逼 指着柳如烟的心口 声线压低 你们心自问 你真的对我没感觉了吗 谁也没想到情况 居然是这种展开 大家都震惊又尴尬地 看向对峙的两人 我站起身 面无表情道 顾先生 柳如烟已经跟我在一起了 你这样明目张胆的插足不太好吧 顾念摘下墨镜 这才像刚看到我似的扫了我一眼 嘴角的笑容透着几分嘲讽 陈则是吧 我记得我跟柳如烟在一起的时候 就经常能看到 真可怜啊 她的话仿佛尖刀刺进我心里 我离开这么多年 你终于有资格接盘了 你知道柳如烟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是怎么说你的吗 她朝我走了两步 够了 柳如烟突然喝倒 顾念却视若无睹 带着恶意的微笑 她说你天天跟在她屁股后面 甩都甩不掉 很烦啊 我站在原地 感觉周身一切都煞是离我而去 没有疼 就好像人突然被捅了一刀 第一时间也反应不过来 只是觉得很茫然 柳如烟怒气冲冲地拽住她的手腕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 顾念回身 语气突然变得温柔 如烟 我后悔了 她伸手 手指抚上柳如烟的特脸 眷恋道 这些年我一直放不下 我们重新开始 好不好 柳如烟脸色隐忍着疯狂 一字一顿道 我他妈跟狗似的等了你三年 你一次都没回来过 你跟我说放不下我 顾念 你差不多也够了吧 顾念闭上眼睛 我不敢回来 如烟 我怕我一回来看到你 就舍不得走了 她性格强势 向来很少露出这样脆弱的情态 柳如烟脸上怒意消失 眼里浮起复杂的情绪 伴上后她轻轻地开口 现在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了 我已经有了新的生活了 顾念眼底浮起一丝红 俯身下来 在所有人的注视中 柳如烟没有躲开 这个吻倾听点水般 一触几分 却恍若无声处惊雷 我身体慌了慌 如坠冰枯 片刻后 柳月先忍不住了 站起来怒声道 顾念 你他妈要不要脸啊 当初是你说要分手 现在柳如烟跟陈泽都快谈婚论嫁了 你又回来抢 顾念看向她 冷冷的 他们又没结婚 皇帝不及你个太监 到先急死了 再说了柳如烟压根 就不喜欢她 你非要逼着她 跟她在一起难受一辈子吗 她爱的是我 柳月眉头竖起 对着柳如烟道 如烟 你说句话呀 陈泽这些年对你怎么样 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你不能这么没良心 我看着柳如烟 他没说话 慢的慢抬起头看向我 眼里柔杂的情绪太过复杂 然而里面一丝爱都没有 只有歉疚 这一眼 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场迟来的审判 一直折磨住我 闸道在我头上悬了这么久 现在终于要落下了 我轻声地问她 所以你选择她是不是 不管怎样 我要听她亲口说 她不爱我 我要她亲手斩断 我们之间的孽缘 好让自己再也不能回头 柳如烟沉默了许久 终于开口 陈泽 对不起 我努力过了 我知道她的意思 她是说她努力地尝试过爱我了 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 另一个老同学也终于看不下去 猛地起身 指着柳如烟大骂 柳如烟 你王八蛋 在一起这么久 我们的感情已经很深了 连他们都看不下去 为我打抱不平 可是我爱的那个人 却肆无忌惮地往我心上插刀 我撑着自己站在客厅里 身体笔直 眼里的酸色被我强行地压住 维持着最后一丝体面 顾念朝我露出一个胜利者的微笑 轻蔑又怜悯 片刻后 我进到屋里 拉出一个行李箱 早在看到柳如烟夜里翻看照片那晚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之后的每一天 我都会把几样自己的东西放进去 准备着离开她 现在 时间终于到了 我与柳如烟擦肩而过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 却又什么都没说出来 我先走了 我冲着几个老同学笑笑 平静地关上门 这一刻 我终于明白了那句话的意思 真正走掉那次 关门声音最小 大概因为早就对这一天做好了准备 我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 失恋得痛不像是一箭穿心 更像是一根刺卡在了心脏 那种疼痛不会剧烈地让人难以忍受 只是午夜梦回的时候 绵长地让人坐立难安 我常常梦到我们高中的场景 那时候顾念还没出现 柳如烟身边只有我 她挽得脚我背她回家的路上 灰色的鸡语云层下压着耀眼的金色下光 边缘柔和着模糊的风 我背着走在那光里 忍不住骂她 笨死了 怎么会有人八百米体侧都会摔倒啊 她趴在我背上 撇撇嘴 要你管 我微微侧脸 不要我管 那你下来自己走 她撅起嘴 陈泽 你知不知道对女生要温柔啊 你这么凶以后可怎么办啊 哪个女人愿意嫁给你 我反驳道 你说什么 喜欢我的女生多了 我昨天才收到了情书 柳如烟挑眉 谁 眼睛出问题了吧 我不吭声了 心想柳如烟真的是太讨厌了 我背她回家她还要埋态我 她却笑了 一把搂住我脖子 温暖柔软的身体紧紧贴在我背上 行了 那我就委屈一下 以后嫁给你好了 明明夕阳那样柔和 照在我脸上的时候 却烫得我不自觉地放火 我悄悄侧脸 她垂下的长发落到我脸壳 我闻到一股玫瑰荔枝的洗发水香气 香得我整个人都晕乎乎的 爱她太久了 柳如烟这个名字就像是长进了我心里 现在要把她踢出来 就只能是血淋淋的痛 柳如烟和顾念当天就和好了 几个老同学纷纷生气离开 说来好笑的是 柳如烟在发了一个官宣的合照朋友圈后 迅速地把我拉黑了 她真是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干脆利落 我甚至连想问问她周一利回开不开都联系不到她 说起来 大概愤怒到一定程度居然会觉得有点好像 我不知道到底是柳如烟删了我 还是顾念用她的手机删了我 我也不在乎了 我干脆也不找她了 一切都让秘书带领 很快的 大家都看出了我跟柳如烟关系的一样 公司里的人私下都在窃窃私语 陈南是个大公司 我以前没觉得有这么大 现在不跟柳如烟一起上下班 我们甚至有时候一天都碰不到一次 直到晚上下班进电梯的时候 开门后 里面只站着柳如烟一个人 我犹豫半秒 还是走了进去 是她甩了我 又不是我甩了她 我有什么可心虚的 柳如烟好像也很尴尬 她站了一会儿 就在我要下电梯的前一秒轻声道 不是我删的你 是顾念趁我睡着拿了我的手机 我脚步一顿 心里泛起细腻的痛 我曾经真的把那个房子当作我的家 里面甚至每一套四件套都是我精心的挑选的 柳如烟交起 我买的都是几千块一套的残丝 手洗后不敢熨烫 一点点地展开晾晒 就连香氛用的都是她最喜欢的玫瑰香气 现在 只剩下眼前这个几乎让我不认得的陌生人 我轻声道 不用跟我解释 我不在意 说完 我转身离开 柳如烟在我身后站了很久 她面色苍白 正在原地许久 再次上班的时候 我突然察觉到今天的办公区很安静 所有人都用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在我视线扫不去时又赶紧离开 等走进会议室 我这才看到几个高层脸上都带着怒气 还有人忍不住骂了脏话 什么东西 妈的 我拉开椅子坐下 怎么了这是 柳月呸了一声 指着一边的办公室怒声道 还能怎么了 关系呼来了 说咱几个不够上进 这一套都落伍了 要把美国人先进的经验搬回来 他与其阴阳怪气 当场创业的时候不知道去哪了 现在倒有脸回来要当副总了 人家还拉了班底来 要咱们滚蛋 我还没听明白 顾念就沉着脸推门而出 我说的不对吗 这几年是互联网行业发展最快的时候 你们居然都没让公司上市 一直搞这一套小打小闹 现在你们还想耽误公司继续发展下去吗 我这才恍然 原来柳月的火气是对着顾念的 柳月站起来 讽刺道 我们创业的时候 你顾大少还他妈在美丽间读书呢 那时候你怎么不来扯这一套 顾念毫不客气地走到上手坐下 那又怎么样 本来就是能者拒之 你们既然不能带领公司更进一步 就应该把位置让给有能力的人 顾念 我看向他 公司是大家的 不是柳如烟一个人的 你有什么资格对我们指手画脚 又是你 他冷笑 陈泽 真是哪都有你 不过 最没资格说这话的是你 他双手交叉 看向我的时候 眼里闪过一丝冰冷的笑容 你知道陈南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我没吭声 他一字一顿道 是用我的信和柳如烟的名组起来的 我真的很好奇 你天天在这工作 不会觉得难受吗 他真的很擅长杀人住心 我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柳月先忍不住了 我们他妈可不是柳如烟 你最好说话注意一点 柳如烟 你要是不能管他 我柳月可不是不动手指动嘴的斯文人 柳如烟叹了口气 顾念就是说话太直 他没那个意思 大家别介意 这句话说得轻飘飘的 所有人脸色都依旧难看 忠信笔在指尖绕了一圈 我轻声道 柳如烟 你什么意思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顾念话说的确实有点难听 但也不是没道理 咱们公司这一套确实已经跟不上了 我觉得 我觉得确实应该与时俱进一下 他说的委婉 大家却都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是同意顾念的 这下子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老柳 你不地道啊 你们夫妻俩是一个畅白脸 一个畅红脸 好话来话都让你们说完了 这不是你当初求着我们跟你创业的时候 在座的各位哪个当年去大厂拿不了百万点心呢 都跟着你一个月拿一千八 有时候发不下工资还得倒贴钱 怎么 现在你发达了 想甩开大伙单干了 柳如烟皱眉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公司也需要新鲜血液 他还没说完 顾念就打断了他 他冷冷的 你们可以不走 但是陈泽必须走 我不能容忍你老是阴魂不散地跟在他身边 他看向我 步步紧逼 柳月看不下去 柳如烟 你说话呀 陈泽陪你干了这么久 你不能干这种天打雷劈的事 柳如烟拉住顾念 不赞同道 陈泽是合伙人 我跟他已经没什么了 你别这么无理取闹 我无理取闹 这句话好像点燃了火药头 顾念猛地站起身来 指着我道 我可不是这种窝囊匪 我不能允许我的女人心里还想着别的男人 柳如烟 你今天就给我个准话 你到底是选他 还是选我 柳如烟愣住 会议室里空气凝滞 我站起身来 面无表情道 不需要他选 这种二选一的戏码 我已经受够了 我不想再被人选择了 我也知道 他永远都不会选择我 今天他柳如烟能放弃我 改日就能放弃各位 我的视线扫过所有人 大家都是聪明人 想必不会愿意把自己的事业 都寄托在别人的选择上 今天我会递交此成 有想跟我走的 尽管来找我 说着我扔下笔 大踏步地走出会议室 身后柳月急匆匆地跟上来 我跟你 一群高层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最后 还是有几个人站起身 柳如烟又惊又怒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几个高层对视野 为首一人对着柳如烟道 老柳 不好意思了 但你拼头这样 我们真不敢在你手下干了 他今天能看陈泽不顺眼 把他逼走 明天说不定就能看我们不顺眼 咱们好去好散吧 他们出了会议室 任柳如烟怎么叫都没有再回头了 我去交辞成的时候 柳如烟看着我的眼神 揉杂着许多情绪 似乎是责怪 又似乎是什么其他的东西 陈泽 你何必做得这么绝 我反问 我怎么绝了 他眉头压下 干嘛跟他们说那些话 你知不知道公司没了他们要有大麻烦呢 我们一起这么多年 连这点情分都没了吗 我挑眉 惊奇道 我以前竟然没发现你不要脸到这种地步 难不成不要脸是会传染的吗 还是说你们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我这个人不喜欢拖泥带水 爱的时候轰轰烈烈 断的时候也干干脆脆 哪怕心里疼得要倒下 面上也不会露出分喉 因为在一个不爱你的人面前示弱 只会让自己更难堪罢了 哪怕自损一千 我也要伤他八百 柳如烟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我懒得和他多说 把辞职信扔到他桌上 记着 不是你开了我 是我开了你 当年一起干的老同学跟我走了七七八八 一半是勤奋 另一半是大家也都感觉到了唇亡齿寒 顾念一句话就把柳如烟拉到他的阵营 那以后呢 这一局他大获全胜 赢得不仅仅有柳如烟的感情 还有陈南 但他笑不到最后 我拉着班子重新开了一家公司 这一套流程我们都很熟悉了 大家有资金 有经验 有客户 没多久就出具规模 再次见到柳如烟是除夕我回家的时候 打小我们家救助队门 所以在楼下遇到他和顾念的时候 我并没有意外 只是视若无堵地上了楼 真快啊 我讽刺地想 才跟我分手这么几个月 就迫不及待地带着顾念回来见家长 柳妈妈正开着门 一看见我就下意识地笑了 小泽儿回来了 你看看你这孩子 最近又没好好地吃饭吧 瘦了 我刚要说话 却看到柳妈妈在看到我身后顾念的时候 脸上的笑容猛地消失 冷冷地看着她 顾念讨好道 阿姨好 柳妈妈没说话 好像没听见事地转身进了屋 顾念脸色一僵 我已经尽力地不去想柳如烟和顾念了 谁成想饭还没吃完隔壁就闹了起来 又哭又叫又摔东西 把我妈吓得够呛 赶紧去敲门 咋了 你开门啊 为了柳如烟把我甩了这事 我妈生了好一顿气 一度都不愿意跟柳妈妈交往了 后来柳妈妈百般道歉 她俩才和好 柳妈妈打开门 满脸泪水和隐忍地怒疑 她对着柳如烟大发雷霓 带着你这个 这个男的给我滚 好好的一个年 都被你给毁了 顾念不依不饶 我叫你一声阿姨是给你面子 现在哪还有父母跟闺女住一起的 你们怎么回事啊 柳如烟妈妈被气得脸色煞白 嘴唇直哆嗦 指着她说不出话来 柳如烟表情难看得吓人 第一次对顾念说了重话 你闭嘴 我妈只是搬到跟我一个小去住 又不是住家里 你说话至于那么难听吗 顾念声音更大 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妈不喜欢我 我告诉你 国外的孩子很早就独立了 压根不会跟父母住在一起 你妈妈就是老古董 就是故意为难我们 够了 柳如烟抱怒 国外国外 张口国外闭口国外 你不愿意回来就回 顾念难以置信地瞪大眼 你让我滚 她歇斯底里地去拽柳如烟 我在一边简直惊呆了 顾念在我心里 虽然一直是很强势的形象 但她如今竟然更像是个神经病 不过仔细地一想我总明白了 她这些年在国外没找过男朋友 柳如烟却在国内跟我在一起 她大概从心里觉得柳如烟亏欠了她 柳如烟这些日子 也因为这个对她更加忍耐 两个人一进一退 她更不能容忍柳如烟的 对她有丝毫的不顺从 柳如烟狼狈地被她扯着 你是不是疯了 我就是疯了 顾念双目通红 这几天你就一直甩着个脸子 在家也总是拉着脸部跟我说话 晚上碰你一下都不愿意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就是还放不下那个窝囊肺 她嘴里的窝囊肺大概是五 我面无表情 两个人眼看着就要动起手来 柳妈妈赶紧上去阻拦 却被顾念失去理智般地推向一边 她惊呼一声重重地跌倒在地 脑袋撞到茶几的脚上 还没来得及说话就晕了过去 我看到她的头下 一摊粘稠的鲜血 慢慢地在地板上扩散开来 这一下 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了下来 这场闹剧突兀地按下了暂停 只有我妈的尖叫声响了起来 救护车 快打120 柳妈妈送到医院 发现头上伤头很大需要风筝 还有轻微脑震荡现象 她本来就身体不好 这一下子更是卧床不起 我妈交钱的时候小声地跟我说 原来柳如烟妈妈跟顾念的 不对付由来已久 她一直就不喜欢顾念 后来柳如烟跟她分手后 和我在一起 她高兴地要命 谁承想 她又回来了 顾念也不是傻子 去碰了几回冷脸也就明白下来 她向来不是委屈求全的幸福 有这一遭也是理所当然 病床前 柳如烟眼里布满红血丝 紧紧地握着柳妈妈苍白的手 神情疲惫 我走过去巧声道 阿姨怎么样了 柳如烟声音沙哑 刚吃了要睡下了 我点点头 没吭声 病房里陷入沉默 就在我要出门的时候 柳如烟叫住了我 这是第一次 我从她声音里听出了悔恨 陈泽 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隔了很久 我才轻声道 路都是你自己选的 错没错 你也得自己受着 回到公司 我突然发现订单业务 比以前多了好几倍 忙得我们活都干不过来 怎么了这是 我走到熬的眼睛发红的柳月声店 捅了单子窝了 柳月木然地抬起头 好像是陈南那边出了什么问题 大批量客户要退单 市里的公司就这么几家 最近都找咱们来了 问题 什么问题 顾念不是带了好多人去陈南吗 结果那些都是书呆子 理论一套一套的 一道真刀真枪全哑火了 还都自视甚高 觉得咱国内的客户土大款 没品味 那天去跟客户打高尔夫 你猜这么着 顾念给人客户一顿嘲笑 说人家压根不会打高尔夫 就是个土鱼 我傻了 他脑子有病吗 柳月贪贪手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感觉也挺机灵啊 可能在美国呼吸了 这么多年香甜的空气 脑子缺氧了吧 他也有厉害的地方 翻译做得不错 可惜公司业务上一塌糊涂 不过翻译嘛 公司里有的是 要他干嘛呀 我看陈南再这么下去 可穿不了多久 晚上躺床上玩手机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刚发的微博故事 多了一个访客 那个头像太过熟悉 哪怕没点进去 我也知道那是刘无焉 在看之前的微博故事 都有他的痕迹 我心里突然有些 说不出来的滋味 在一起的时候 他从不看我微博 但我知道他会偷偷地 去看姑娘的微博 现在我们分手了 他倒来看我了 看来人性真的本贱 是不是真的永远 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 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但我看了很暗眼 干脆把这个微博号 也一起拉黑 柳月预测得很准 二月还没开春 柳如燕的电话就来了 我的手机被他拉黑许久 这还是他第一次 主动地给我打电话 电话里 他的声音 几乎被抽干了 精气神似的 疲倦难言 沉泽 半晌后 他几乎是哀求道 你回来吧 好不好 我握着手机的手 不自觉地收紧 你这是什么意思 求我回去上班 给你收拾烂摊子吗 我跟顾念分手了 他却说了一句 完全不相当的话 然而我知道他的意思 他在求我 跟他复合 说实话 分手的时候 我不是没幻想的 有一天他一定会来 求着我跟我和好 那时候我恨得咬牙切齿 想得到时候 一定要狠狠地骂他 羞辱他 报复他 让他长辞毁断 然而到了这一刻 我却发现我只是有些累 我什么都不想说 静静地挂了电话 拉黑删除了这个号码 好的坏的 一切都过去了 感情死了 又怎么可能七死回生呢 破镜难远 腹水难收 又是一年七月盛夏 伴随着更多订单 一起到来的是个 更炸力的消息 顾念不甘心 就这么跟柳如烟分手 大概和好 分手 公司出事 太多事情已经压垮了 他的神经 他居然用谈一谈的理由 把柳如烟约了出去 然后开着车 直接撞下了悬崖 好在两个人都算命大 顾念断了几根肋 柳如烟倒霉一些 腿部受伤严重 需要节制 在病房外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 柳妈妈当场就晕过去 醒来后 他红着眼要找顾念拼命 好在被医生拦下来了 我去医院看过柳如烟 他那样骄傲的一个人 承受不了这样大的打击 不吃不喝 短短几天就行销鼓励 憔悴的骨瘦如柴了 我差点没认出来 在看到顾念的时候 他眼里的爱意 早已消失殆尽 取而代之的是切骨的恨 看着他双眼 差点冒出火来 顾念疯狂大笑 柳如烟 这就是你离开我的下场 你还想扔下我去找那个窝囊匪 可惜你现在已经是个残废了 你看他会不会要你 他的声音怨毒嘶哑 柳如烟大受刺激 一把拽住他疯狂地撕打着他 一边几个人都差点没拦住他 顾念被打了几个大嘴巴子 双甲通红肿胀 看着柳如烟的眼神 恨不得杀了他 这一对怨旅分分合合 最后到底走到了最难看的一步 离开医院那天 柳如烟叫住了我 窗外的天光映在这个 曾经美丽高傲的女人身上 他苍白的脸没有一丝血色 色缩退后 眼里闪过一丝自卑 我回身看他 有事吗 他嘴唇吸动 似乎想说什么 然而终究没说出来 就像我当年一样 因为已经知道了答案 所以也不需要再问出口 自取其辱了 柳如烟只是定定地看了我许久 也不知道是阳光太刺眼还是怎么 他竟掉下泪来 此刻他到底是什么星期 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我被过身 走进阳光里 又一年新年 陈南到底支撑不住了 柳如烟已经彻底地被压垮 完全维持不住公司了 我们顺利地收购了陈南 公司规模比之前还大了不少 年会上 几个老同学一起举杯 唏嘘道 过去这一年真发生了不少事 跟做梦似的 是啊 另一个人叹气 哪能想到有今天呢 哎哎 好日子 叹什么气啊 柳月大声道 年终奖发得不够是不是 还伤胆上了 一提年终奖 所有人脸上都扶起效应 我举杯 微笑 感谢大家过去一年的辛苦努力 未来我们也要再借在你 要让我们的公司 柳月强化 做大做强 干 酒杯碰在一起清脆 倒映出摇晃的琥珀色 我仰头一饮而尽 只觉得酒夜辛辣又痛快 过去这些日子的憋屈 统统的燃烧殆尽 气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 过去的已经过去 而未来刚刚开始